网红丹妮表姐与美国男友黑豹稳定交往三年 不久前突然宣布结婚喜讯 两人已经在美国登记结婚 说过大批网友祝福 没想到她才回台不久 竟然向网友喊话 要大家跟她阿嬷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丹妮表姐更新影片透露 自己宣布结婚喜讯后 阿嬷的邻居们都前来恭喜 她谈言阿嬷催婚已经催了十几年 对她不抱任何希望了 没想到自己突然闪婚 让阿嬷感到超惊喜 本来因为搭成阿嬷的心愿 就不会再被念 没想到阿嬷竟然开始催生 丹妮表姐无奈表示 多两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到时候阿嬷一定火力全开 所以她赶快生个精孙 因此麻烦云林的相亲们 赶快去跟阿嬷说她已经离婚了 没有想到我突然间给她一丝希望 所以今年过年她一定会火力全开 拜托云林的相亲救救我 天文影来不少网友笑谈表示 阿嬷才不会放过你 生完第一胎就会追二胎 这就是阿嬷的流程啦